如果参加朱老师的婚礼 你最想以什么身份 出现在婚礼上 我最想以你 我是本期新榜样白宇 朱一龙 那我就叫你 什么呀 不知道你还是否记得 怎么样 我们曾经有约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 还把破坏完美的平安点 保持着距离 前提一步一步把自己 变成自己心中想象的 那个设备的那个样子 每个角色在固定的时间之内 创作完之后 其实我不快就把它 把它抛掉了 我们俩的感觉就是会得好 其余后也会觉得会得好 有时候就是龙哥和宇哥就在那里对唱 宇哥一看见龙哥就 龙哥来了 把你去帮你解决了 嗯 斗嘴 反正最后我肯定会让他们 就是 他叫什么外汉内秀 对吧 你今天说他幼稚 他是挺幼稚的 他就比较安静去 他最后带的也 跟以前没有那么高冷吧 我只能想再带过最好的 沈老师的名是什么 赵云他和沈卫除了是同事 他们还是傻 啊 不许懂他 在好像是车上的一场戏 我睡着了 然后我靠他肩膀上 那他不能反应的都给我推开了 这这场戏其实有很多都是激性的人 你们两个人谁激性发挥表 都会啊 脑子里面出现一个好玩的小的一个激性的反应 因为我信任他 所以我有时候就敢给出来 他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就是好高冷啊 就是 哎你好 我是书一龙 那就话很少 不说话 这么高冷吗 然后就一开始就为了 我就为了逗他 就故意就找他聊天 然后就慢慢逗他逗他 但其实他 你真的去跟他很友好的去互动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就是 也还蛮好的 就很容易跟你能玩到一块 哎 今天还行 如果一个人拍的话 可能会用状态漫移 今天老的小白也在了 想爱你的冲动 我只能笑着她的光 所以今天是不是拍戏过程中 我真的想你这个戏 你跟他关系特别好 你像兄弟一样的这样的演员 就白玉扬 这两个人 恶者之心 杨 善者之道应该怎么 演起来之后 两个人都是根据对方的反应做回家 我最多几手 回忆都是我 唯一我觉得我最有CP感的是我经历的 是鸿哥 唯一我觉得我最有CP感的是我经历的 还是你最懂我 我们有时有中 就走到世界尽头 我最喜欢你与方其友的东西 就是两个人的小鸿哥 我最喜欢你 只要朱老师说 好好是个命配君子 其实说实话 白玉是个特别好的人 不会再懦弱 紧紧握住那双手 不够 可不够 多伞 除非 珍求 离 更多 感谢观看